哈盖书第一章 大利物王第二年六月一日 耶和华的话借着哈盖先知临到撒拉帖的儿子 犹大省长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这名说 重建耶和华殿雨的时候还没有到 于是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盖先知说 这殿雨仍然荒废 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 现在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的种多收割的却少 你们吃却吃不饱 你们喝却喝不足 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 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材 建造殿雨 我必因此喜悦 并且得荣耀 耶和华说 你们期望丰收 反倒欠收 你们收到家里的 我就吹去 为什么呢 万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的殿雨荒废 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 所以 以你们的缘故 天就不降甘露 地也不出土产 我叫甘旱临到大地 群山 五谷 新旧 新游 地上的出产 人畜 和人手 老路得来的一切 那时 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 和所有余生的子民 都听从了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听从了耶和华 他们神 所拆来的 哈盖先知的话 众民在耶和华面前 都存着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 哈盖 奉耶和华的命 对众民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于是耶和华 激发了撒拉铁的儿子 犹大神长 索罗巴伯的心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的心 以及所有余生子民的心 他们就来 新宫建造 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神的殿雨 那时 是大利乌王 第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